來自全市宗教基友團體 紛紛上台接受領獎 這是高雄勝負舉辦的 112年度宗教團體基友表揚大會 共有全高雄市99家團體接受表揚 捐資金額合計超過7億台幣 高雄勝負親自主持受獎 感謝宗教團體的無需奉獻 是要特別來感謝宗教團體 那今天到場的有99家的宗教團體 那在去年一整年 捐贖給各弱勢團體及需要幫助的民眾 總金額都超過100萬元以上 也達到將近8億左右的規模 所謂政府的能力有限 名利無窮 也真的非常感謝我們各宗教團體 除了說配合市府 各項的包括社福 以及公共安全等相關的措施 除了公益捐資外 市場參加賣以及高雄市議會議長 抗育成也共同強調這次凱米颱風 以及三陸的颱風清晰高雄 許多宗教團體也扮演起物資捐助 以及心靈支持等重要角色 千萬透過今天的表揚 鼓勵更多團體投入社會公益的行列 所以老闆 我們這幾年剛才說 這些社會經常議員 我們助檢慄 公共安全 我們要做很多團體 我們要讓我們財政會 讓我們紀錄 很大很大的財政 所以我們要再次出來 讓大家表示感謝 要拜託我們所有的 我們這些國家團體 不管我相信說 我們有夠好 我們有夠好 還是 紀錄到天主到天主到天主 對這個關節的容許 現在大家也會有機會 所以也要再跟大家拜託 做的來做 在首陸高雄的過程中間 所有的公標團體 從來都不會缺席 這次的颱風 我們就甚至的體會到 政府的力量有限 但是我們民間 可以幫政府做的事情更多 雖然換了這些公廟 也能夠一起來 協助我們整個 災後的重建金剛蝦 是否也期望各大 宗教團體 一起推動低碳 即時場所 為節能減碳 盡一份心力 共同促進 社會福祉 記者 週天長報導